在学校布鲁克斯和比斯利之后,广东部的目标很明确,那就是组织联营的污染大业,夺冠成为广东唯一的目标,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,追风雨透露了一些性觉,此前有媒体表示,比斯利两个月的薪水就达到了200万美元,考虑到CBA会员拿的都是税后,这几乎就是偏价,布鲁克斯属于自由生。 广东队要想想人,势必也会付出很大的代价,不过朱总有回应,削下他们两个并没有花那么多钱,至于满地满意还要看看效果,写出广东队接触的是布鲁克斯,不过后来立教联,任俊飞都出现来生病也坏,再加上比斯利不财,这才有了接触,就要好的让人,起码几支球队感兴趣, 因为广东有很大的新努力,对于运动员来说,都想去可以赢球的队伍,现在的广东在联赛里因其绝成,又要连赢作为联盟榜首,不过双方最近暖赫进后放交手,全部都是连赢队就到最后,上赛季半决赛双方侠乐相逢,广东队总是连赢上半场,就在下半场冰盘, 最终到底不一,四倍淘汰出局,看着完赢加冕队十小怪,如今,广东队冰强马撞,对于球队的目标, 专方已职人不惑地表示,玩球的最终梦想,不管是管理层,球员,战略,还是动一,都是围绕球队,玩球工作,运动战技项目就是这样, 只有冠军才是大家最终的目标,在以前广东队拿到八次总冠军的时候, 珠峰宇都是参与者,这一次珠峰宇还有一个武汉要预补, 希望我们可以好好拍一张第九张冠军照片,通过我们的努力,完成全队的梦想, 到时候照片好好聘一下,把我聘胜一点,珠峰宇